我昨天才說台股就是人工盤硬拉收高 今天台股果然就跌回去 那在盤中眾多利空衝擊之下 中場下跌了293點 台股能夠回穩嗎 或者後續關盤應該注意的事項是哪些呢 請看今天的報告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2年9月1號星期四的忍者無敵 古魔力 我先講古魔力 我是某頭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朋友先看這個畫面 為什麼要特別說是古魔力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節目分成兩個段落 那上半場的部分我們會講主要是股票 和行情跟一些選股的重點分享給大家 那下半場的部分就是忍者無敵聚寶期 會跟大家說明一些期貨相關注意的 咪咪咪咪的地方 那無論你有沒有操作股票跟期貨 拜託你把兩片影片都把它看完 因為我們裡面有很多的一些 用股票或期貨的一些指標 來幫你去做行情的判斷 甚至幫你去做趨吉避凶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訊息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的來當作學習 然後來把它吸進去 然後把它當作是自己操作 後續可以讓你更精進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兩片影片的話 先跟大家做一個節目預告 那一樣歡迎新朋友跟 長期支持我們投資朋友欣賞今天盤友解盤節目 然後如果這個時間點的話 你還沒有加入我的LINE 跟Telegram 請你務必要就加入 因為我們上面有更多更多的投資資訊 還有免費的一些 個股的 標股的分享給大家 那你如果剛好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順便講一下好了 等一下下半節才要講的 為什麼要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有發現說 其實最短線上面的行情 真的比較偏震盪一些些 那震盪的過程來說的話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明說 如果你可以運用期貨這個好的工具的話 你可以做到避險 然後呢 甚至你可以在 在今天的下跌過程中叫做送分題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你看今天的行情的話 今天是一個 等於是 你如果看日線 不管日線或分線都好 它就是一個跌破一個長期的平台區 你從看 8月29號那附近吧 你去看一下 那14762那個平台跌破之後的話 你就一個空 去做追空的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你如果在那邊去做一個追空 然後去做一個尾盤 去做一個平常出場的話 你今天的當沖是可以很輕鬆的 我說它就是送分題的獲利的部分 那這個下半場再跟大家做相關說明 那我還先回來到我們現在目前台股的部分 在台股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必須要講一下現在目前的大方向 和現在目前今天剛發生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講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如果你有看到大方向來說的話 這是我們常給大家看到的試圖的部分 那這試圖分別是左上角是NASA指數 然後呢 右上角的話是大盤交易指數 那左下角的話是新台幣匯率 然後我一般來說 之前那個右下角都是放台積電 可是我現在不太放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就是一個控盤工具 我現在目前放的是OTC 櫃買指數 你會發現說這個 你看完這四張圖片之後 你就知道現在目前的行情的方向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反正我就看大做小 那這是現在目前NASA指數 連連續跌了好幾天 尤其是在這連續四天 你看這根大根的這根黑K棒 它是因為鮑爾主席 他在全球上的年會的時候 釋出一個 他說我們就是要壓抑通膨 的這樣子一個訊息 就說 叫你市場 知道我現在目前的FED 就是要來去做壓抑通膨 你不要期待說今年明年 能夠去做一個停止升息這樣的動作 所以讓 那時候的全球是一個比較重挫的 那當然這幾天的 那個相關的 FED官員也都持續有這樣一個說法 甚至他也告訴你說 那個股市下跌是他們樂見的 那他樂見什麼呢 他樂見的叫做是說 全市場 都知道 FED要做什麼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更明確的去做 調控這樣一個通膨的部分 那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今年的通膨率 現在目前到8點多嗎 然後呢 可是如果就 這幾天的油價來說的話 或近期的油價來說 它只要維持在一個 正常的一個水平 不要再創高 那就算這邊是震盪震盪來說的話 它也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那個數據的公式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年增率 原本從8點多 然後就突然跳到0 因為他如果今天在 今天在80 或今天今天在100好了 然後明年的今天也在100 那表示雖然油價高 可是通膨率是0 就是年增率的話是0 所以這種控制通膨的方向來說 其實只是需要時間去做一個應對 時間去做一個消化而已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短線上面雖然叫做航行在做下跌 那也就是我們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 你要好好把握這一次拉回下來之後 多方到底能不能夠在這邊做一個支撐 或者多方到底守住這樣一個意圖有多少 所以如果在這時間點去做一個拉回 手穩之後 然後再去做一個轉強的話 很有機會在這邊去做打一個第二隻腳 再去往上攻 因為畢竟真的沒有那種 那個直接往上幣轉向上 美股也沒有啦 台股也沒有啦 我想很白就是這樣子 來 所以這是台股的部分也在這幾天 好不容易站上了季線 那時候是用拉高價股的方式 然後可是因為 因為這幾天的美股再去做下跌 我剛剛又畫叉叉 不然有人要想說會不會 那個樂觀向上 這個比較有機會啦 來 這邊的話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沒有那種直接上去的那種行情 那拉回之後 或許我今天在這邊做一個手穩 然後再做一個轉強上攻 因為目前看起來大家都知道 下半年就是一個利空衝刺 庫存要調整 需求又疲弱 然後一堆的壞消息都在那邊 那現在就看這個所謂的壞消息 什麼時候能夠去做一個鈍化跟淡化 那當然如果現階段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這是新台幣匯率的地方 那新台幣匯率到今天目前為止的話 盤中還在走扁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30.5的這個關卡 還蠻重要的關卡 今天是好像又想要去做扁破 這樣的動作 所以像台積電也好 聯電 聯發科這種 我覺得他們基本面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就籌碼面來說的話 真的是問題很大 因為外資依然在去做提款 因為外資依然在這個全球資金 他去找利率哪邊高 他去哪邊去 所以台幣 新台幣 會跟著 就是我們目前的中央銀行 台灣這邊的話沒有去跟著升息的話 其實錢就會往美國那邊去做流動 因為美國還是持續升息 搞不好9月又要三馬 這個目前已經是市場上面的共識了 所以如果就短信上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看大做小的這樣子一個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那講到這句話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會直接問 我就直接幫投資朋友 在看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在問 就是 大人哥你一直看說什麼看大做小 結果你看今天的那種貴買指數 竟然也下跌了1.42% 你不是自己打臉嗎 所以其實我還是要跟大家做 繼續說明下去的一個動作 那在說明接下來的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今天的盤中 有很多很多的利空在這邊去做一個 那個衝刺 尤其是你會看到怎麼連成都 也開始要從今天晚上去做 開始就封城了 連續四天的話 他要求他們去做普篩 然後呢另外的話那個就是深圳 深圳的話也有在類似像是準 就是準封城 準封控的這樣子一個現象發生 那另外的話你會發現說其實今天還有一個新聞 就是什麼號稱叫做是 美國要禁止NVIDIA跟AMD的高規的GPU 去銷售給中國 因為有關於那個軍事 有關於一些相關國安的原因 所以今天的盤中是在這麼多 這麼多的這樣利空的衝刺之下 然後呢帶來一個屬於那種大型股也跌 然後中小型也跌的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回來到現在目前的 盤式跟行情的看法的時候的話 我還是跟大家稍微就做一個提醒再提醒 因為我常說 最近的行情來說的話 正在去做一個叫做利空鈍化跟利空淡化的過程 那在這個利空鈍化跟利空淡化的過程來說 其實真的是比較屬於資金有限的這樣的過程 所以 這是我每天早上的 早上7點的時候 你就會在我的LINE跟Telegram 一定會看得到的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我每天早上一定會分享給我們的 粉絲們的一個盤前提醒 那你看這是早上7點 有圖有真相 來這是早上7點整 這是9月1號的盤前提醒 那我這邊就說來這什麼 我講的很直白 你看這人工盤之後指數人家還回去 我就說昨天的行情它就是一個 你看又要拉月線 然後拉到萬五就很漂亮 然後又是MSCI的成分股 又是尾盤要爆量 雖然好像看起來爆量也只有2000億的那個量 可是至少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再去做一個調控的過程 那另外的話 昨天也是拉所謂的那個週期貨選擇權的結算 所以它昨天就是硬拉上去 一百多點 所以今天就要跌回來 可是今天的話 盤中又遇到一些那種 就是那個不確定 就是這麼多的利空的狀況 來說的話 它就會多跌下去 那也因為美股連續跌了4天 所以台股也跟著跌下去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理解 而且要去做一個適度去做因應的 這樣一個做法 所以其實我這邊就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就算喔 就算我看好接下來後續的一個 就是有很多就是不錯的行情跟 不錯的產業跟個股可以去做 去做一個介入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因為真的 所謂的短線上面的類股資金輪動真的很快 那最好你還是要用拉回手穩 然後轉強 而且你要用分批的方式布局為宜 的這樣子一個操作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方向的話 還是跟大家做一個相關的溝通 再溝通說明再說明 那當然我們的每天每天早上盤錢的部分來說的話 也確實有幫大家提醒到一些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產業 比方說你看像今天有沒有 這個是第三點 鴻海電動車我覺得 鴻海你真的要留意 因為鴻海他這個接下來3加3的轉型 他的目標的毛利率是挑戰10% 就目前大概5-6%來說的話 他的毛利率還要翻倍 那如何去做到翻倍 其實就只能靠要嘛電動車 要嘛的話遞軌道外星 一些比較主要高毛利的 高毛利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說代工也好說他們高毛利的技術都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今天 大盤跌300 直接講整數好了293就300點了 那今天大盤跌300點的話 你會發現怎麼有一群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點過的族群跟股票 在那邊去做一個還不錯 一個手穩去做一個抗跌的部分 那其一的話就是你會看到鴻海 尤其是他的電動車的相關的族群 就是你看到鴻海的集團 甚至像是MIH聯盟的一些相關的受惠股 那我們這邊幫他點到的是以勝KY 像健翰像富鼎 或像是你看像今天海底檔個股還蠻強的 這個是在我們之前 就是在之前大人哥玩股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過的 來 也再次跟大家提醒再重申 這是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YouTube頻道裡面 除了你現在每天看到的股毛利 股票的盤後解盤 然後呢聚保期 期貨的盤後解盤之外 我們還有叫大人哥玩股 那大人哥玩股真的是我 我說清楚講明白 真的是我看好的產業 然後我自己賺錢的工具 拿來跟大家做分享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我們這邊 這邊真的很蠻多一些 很用心的一些專題 這個鴻海的部分 這個等一下看 你會看到這邊有股票期貨 我教高所得稅率高配息的人 去用股票期貨來去做結稅 這個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之前跟幫大家交過 是像期貨的反指標 你可以透過 就期貨的小台的散戶多空比 看到現在目前的散戶們 還在做什麼事情 你就跟著散戶反著做 就可以知道現在目前的方向是什麼了 所以回來到剛剛前面說到的 鴻海的部分 你真的好好留意 那 鴻海的部分的話 之前我們跟大家分享過幾檔個股 然後呢 包括了像是鴻海 我再次說過我看好鴻海 但是我真的不會 我真的不建議去布局在鴻海上面 因為它真的是屬於一個 比較偏 比較偏大支一點的 那大支的股票的話 其實它就會有比較偏 受到外資的干擾 或者說像比較牛皮的股票 所以如果回來到我們這個影片來說的話 你就發現說其實今年真的 鴻海電動車要開始出貨了 那鴻海看好 它的未來的轉型的過程 然後更看好它的一些受惠股 像我們這邊跟大家講 像富鼎啦 然後像是以勝KY啦 像是劍漢啦 然後甚至像是這個 2201的育龍啦 然後你就發現說其實今天的育龍 還不錯 今天的育龍 來的比較相對更強勢一些些 不過我們又寫到我的盤前提醒裡面 那你會發現原因是因為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前一陣子的育龍的話 它有一個比較大幅的這樣子一個下跌 然後好不容易在這邊看起來有一個打底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因為 因為育龍它有子公司 然後轉投資了那個西蘭東京的那個殘險的部分 那前一陣子那個防疫險 他賠得很慘啊 所以育龍也難免受到一些相關的衝擊 不過你如果看到它今天的這個大量的話 其實有點像是 宣誓說我們沒事情 宣誓說我們接下來就是電動車那塊是會成長的 那當然這根大量應該有不少的隔日充短線刻在裡面 所以你可能要是留意一下說 那它如果明天 或是最近去做一個回測 那這邊跳空這個缺口 是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位置的地方 所以這是在 電動車我覺得你可以留意的地方 那另外的話5243的以勝KY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以勝KY 這幾天也跌破了季線 可是跌破季線 我認為這種跌破叫做是因為 短線上面的行情的干擾 讓它去做一個抄跌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有一些股票你應該反而要 就你真的不能只有單單看技術面的操作 像之前跟大家說過的創意啊 如果你印象還深刻的話 我這邊就說啦 人家這邊跳空跌破 反而帶來更低更好的買點 因為人家明明是因為受惠到台積電成長的 AI的IP的創意 所以它跌破之後 它就用它的那個第一季的季報 對第一季的季報那時候 就宣誓說我是被挫殺的 還我公道就這樣 V轉上去了 所以那時候跟大家分享過 像創意啦或像是什麼 那個監測之類的股票 都在那個時間裡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回來到現在目前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 很多的股票也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像以勝KY 你可以去做特別留意它 因為它除了特斯拉之外的話 那個鴻海那塊 它也會有實際的出貨 所以它接下來就是一個 有實際營收成長的以勝KY 然後816股頂也是一樣啊 股頂它雖然今天下跌了1.29% 可是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站上季線的這個動作 站上季線之後整理整理整理之後的話 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這裡 6月份應該要拉回去做創高的 可是卻被行情做拖累 所以這種狀況來說 打出一個底部出來的股票 你可以好好留意它這個補漲的空間 因為它就算補漲回來到148 也只是剛好回去它之前的那個 那個起漲點那個位置而已啊 所以現在真的有好多好多的股票 值得讓你去做一個 逢低彎腰減鑽石的這樣一個動作 的地方 那電動車是你現在可以留意的一塊的地方 然後另外的話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持續看好的一些產業 那這些產業有很大的特色 都是因為它可能去年很辛苦 或者上半年很辛苦 那下半年的話它像網通也好 像是工業電腦也好 因為它真的是因為之前就是 搶料搶晶片搶輸人啊 然後這個時間點的話 別人都晶片都過剩了 產業都過剩了 所以它反而可以拿到這些晶片 拿到這些料了 所以它可以把 它的一些原本的訂單 來去做一個實際的出貨 然後甚至這些相關的訂單的話 都可以看到明年 所以這種股票的話 其實你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好好留意 所謂的網通也好 然後那個工業電腦都好 所以像今天的話 你看今天大盤這邊做震盪對不對 那我又要拿起我的股魔力了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的 好的股票 就在這邊 或像是在最近這幾天 雖然行情比較偏震盪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正在去做一個轉牆的 這樣子向上的過程 那因為他們真的是缺掉緩解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規格升級了 人家真的是有看到 下半年跟明年成長的幅度了 所以這是誰 805的廣機 那廣機的話 如果跟著我們的股魔力的訊號操作的話 這邊是 7月中旬的時候 64.2 然後到這邊附近的話 大概71塊 拉回 這個話太歪了 來71塊 然後拉回來到這個 差不多接近69到70塊附近的時候 又再出現了一次買訊 這種網上箭頭的話 就是它的買進訊號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種 拉回首穩的買進訊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著股魔力的即時多的訊號去 跟著去做操作 那你看他這幾天 又想去做創高拉 那到這邊為止的話 不好意思 這邊這叫做是一個軋空訊號 軋空是指標的軋空 或者籌碼面的軋空 然後軋空上去的時候 我寧可在這邊去做一個稍微等待 那這邊如果你有賺錢的話 就請你獲利續報 所以這個波段的話 經理一張廣機 你就賺個15000塊 實際上就賺15萬 然後這是現在目前 人家在跌 然後可是他們在漲的 公益電腦族群 像正華店也是一模一樣 你看這邊是135塊 然後到今天的話 已經是170了 所以這邊130到170 大概一張就是差不多3萬多塊 所以就是 現在目前有很好很好的股票 但是他們在做輪動 我再次強調 他們真的在這邊 今天可能漲這個 明天可能漲那個 然後後天漲那個 但是這些相關的資金的話 就在這個方向去做一個輪輪輪 因為市場資金真的 真的比較偏有限一點點 所以這在跟大家做相關說明的地方 那有這種有好的股票 我覺得也會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如果是比較偏 精準的買賣點的部分的話 就拜託請你自己依照 就是我們股魔力的用戶的話 股魔力的會員的話 就請你好好依照著 那個所謂的股魔力的訊號推幅給你 然後來去做操作的地方 那如果把那個時間 再拉回來到股魔力的部分來說 你會發現說其實來 如果今天的股魔力又有 又有 嘎空訊號叮咚我們了 來繼續講下去 你會發現其實在 好用的工具 像上半場的部分是股魔力 下半場的部分的話是 聚保期 那這兩個我覺得都很好用 就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有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你就用Line跟Telegram 來跟我們 用Line 不好意思 用Line來跟我們做相關的 下旬那你可以用0800 然後668085的方式 來跟我們做下旬 那我剛前面說的 工業電腦 是基本面有稱的工業電腦 網通 是基本面有稱的網通 那萬一有那種就是 沒有基本面 只有題材面 又有技術面的股票的話 你也可以用股魔力來協助你 就是比較能夠找到一個 比較安穩的進場點 所以像今天喔 我把它下滑下來的話 你就發現說 今天廣季出現軋空 這我就不用看了 來 今天的志勤的話 又出現軋空了 你可以點一下它 然後再點一下查看 然後它就帶出來這個志勤給你看 這也是什麼 之前跟大家說過 92.8 無論它就算解盲失敗 這邊跳空缺口 這個不是除息缺口 再次重申 這是它的解盲失敗的缺口 可是它也一樣有這種買進訊號 原因是因為 主力真的在買 大戶真的在接 然後這邊就出現了一個 拉回手蚊的買進訊號給你 然後就一路讓軋空上去 然後這邊是92.8 這邊的話是130幾塊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種觀念的話 就講過很多次給大家聽過了 那另外的話 北極新藥業也是一樣 就是北極新藥業的話 它是正文的小金基 在我們之前網通的那個專題裡面 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明明是在講網通 然後結果我岔開主題 在跟你講北極新藥業 北極新藥業還沒解盲 不知道它解盲會不會過 但是呢 這時間點的話 就是有一些已經 先卡位的人先卡位了 他們或許會拼到解盲前 去做獲利了結出場 這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就現在 目前看起來花123塊 然後嘎到現在的話 已經170幾塊去了 所以這樣 現在目前大波段 這樣一個效應分享給大家 好所以 這種觀念的話 如果你要用我們的股魔力的話 就拜託你用那個時訊的方式 用0800的方式 來跟我們做相關的洽詢 那行情講到這邊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等一下後半場 還有聚保期的節目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如果行情到這邊 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說過 剛剛前面說到的 就是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辦法 讓你一波到底往上走 尤其是大型股 全值股的部分 可是呢 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在資金有限的過程之中 他們會用快速的輪動的方式 你可以借用這次的輪動 或者借用這一次 拉回手穩 然後再轉牆的這個時間點 好好的把握第二隻腳 的拉回手穩的買點 那勝貨是說 我們最近也好像跟大家說過的 好的股票一堆 然後呢 這時候你可以 好好的逢低 彎腰減鑽石的時間點 又來了 所以可以好好把握 這次的拉回機會 那你可以 如果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你可以透過 就是用私訊也好 用0800也好 那你可以 如果你有需要 持股見證的話 我也會幫你把每一檔的持股去 幫你去做太后換牆 對著股票 就加碼 為何不可 那錯的股票的話 老實說就把它換掉 像航運我講過很多次 你恐怕真的只能把它 換掉 除非你要去做每年 領配息 不然如果就現階段來說的話 主力沒有拉出息 沒有拉填息 怎麼會有大行星上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也歡迎 就是直接用0800的方式 然後跟我們做相關的洽詢 那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獲利 888謝謝大家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 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教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888 謝謝大家